上一期讲到,武则天为了稳定统治,鼓励告密,一批酷吏也就应援而生。 周兴就是一个酷吏的典范,他诬陷证人,刑讯逼供,滥杀不足,弄得朝朝上下人人自卑。 那么周兴为什么要这样做?他多行福利,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?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,做客百家奖,为您精彩讲述,武则天系列节目之,请君入翁。 咱们上集说了,武则天呢,靠这个酷吏,打倒了反对派,坐上了女皇的宝座了。 那他会不会因此把这些酷吏都当作左命功臣,重赏这些人呢? 他还真没有这么做。 他刚是当上皇帝之后没多久啊,就开始向大名鼎鼎的周兴开刀了。 那周兴是何学? 周兴呢,他是长安人,从小就学习法律,长大之后呢,就自然而然的当了一个司法小吏了。 注意我说的可是小吏,而不是小官。 那咱不说官吏官吏吗?这官和吏有什么区别啊? 那区别可就太大了,虽说都是吃黄粮的人,但是官和吏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呢,这个吏很难当上官,当也当不了多大的官。 所以呢,这个吏的地位很低,那周兴从一个吏起家,虽然说他本身很能干,对于法律很熟悉,可是呢,碍于出身,始终得不到提高。 其实唐高宗还赏识过周兴呢,可是赏识来赏识去,一问,啊,你干嘛的出身呢?周兴说,当小吏出身,对唐高宗的脸就落下来了,没办法。 那么周兴呢,按道理讲,他也会慢慢安于现实,就当小吏度过一生,可是啊,他没有想到,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,在武则天手底下会翻了一个个儿。 武则天嘛,那时候要改朝换代,所以啊,把这些昔日趾高气扬的王公贵族给打的打,杀的杀。 那与此同时呢,那些小人物上升的道路就变得空前的宽广了。 那周兴也是有野心的人的,他一看也就来了劲儿了,觉得天生我才必有用,自己的司法才能肯定会被武则天重用。 他还真没有想错,武则天确实开始重用他,这周兴啊,经手的第一件大案子,就是咱们以前说过的那个宗室谋反案。 这场大案呢,让好多宗室都人头落地啊,为武则天称帝就扫除了障碍。 所以呢,周兴也就成了武则天当皇帝的一大功臣了。 那他审这个案子的时候,人们都不满意啊,说这不是冤案吗? 很多人议论他知道冤假存,周兴听来听去听烦了,就在他们的衙门口贴了一张纸,上面写着两行大字。 被告之人,问皆称网,斩绝之后,嫌惜无言。 说拉上来审讯的时候,这些人呢,都说自己是冤枉。 等斩首了之后呢,怎么没有一个人在喊冤了? 可见没办案冤案吗?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? 这就是那种流氓恶棍的语言。 但是呢,当时正是这样人的用武之地。 周兴不光替武则天办案子,还给武则天当皇帝吹喇叭,让武则天呢,把李唐宗氏的属籍都给削掉了。 什么意思呢? 就不再承认李唐宗氏的皇室成员身份了。 他的这个建议也算是投武则天所好,所以武则天呢,就更赏识他了。 那你看啊,周兴呢,他又能够办案,又能够上体天心,所以啊,提拔非常快。 在武则天时代,很快呢,就上升到四品官了。 那,不仅当了很大的官,武则天呢,还给他次姓为武。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殊荣啊。 所以周兴一下子就成了酷吏中的大哥大了,自己很得意。 可是,咱们有一句俗话说的好啊,说人无千日好,花无百日红啊。 周兴别看得意洋洋,这好日子呢,在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就到头了。 那是在天寿二年,有人呢,就告周兴谋反。 武则天说那审吧,就把周兴呢,交给了莱俊臣审理。 这莱俊臣当时也是酷吏之中的后起之秀啊,跟周兴原来关系也不错啊,两个人一块办公,吃饭的时候呢,对座吃饭。 那天吃饭的时候呢,这莱俊臣呢,就说话了。 问这周兴,说你看现在,犯人越来越硬,怎么打都不交代。 说您是老前辈啊,您教我几招。 周兴一看,莱俊臣啊,这么恭维他,心里很得意。 马上就说了,这还不好办呢。 你看现在不是冬天吗? 你就就地取材,先放一口钢,然后把钢周围围圈探,把这火生起来, 然后让犯人坐进这钢里头。 你看他能坐多一会儿啊。 恐怕坐不了一会儿啊,你让他招什么,他就招什么。 莱俊臣一听呢,说太好了,您这主意太高明了。 马上让手下人就地拢一堆火。 拢起火来之后,把一口大钢放在那儿了。 这时候呢,莱俊臣站起来了,跟周兴这儿深深地作了一个仪。 说呀,老前辈啊,我奉圣旨查办你的谋反案。 现在呢,请你坐进那缸里去吧。 这周听一听,周兴一听傻了。 那汗珠像黄豆一样滚滚而下呀,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。 说,哎,行了,我今天算栽到你手里了。 你让我说什么,我就说。 这样呢,这某法案就算制造成功了,武则天就把周兴给流放了。 他不是杀人也很多吗? 好多人都恨他,没等他到那流放的地方,在路上就被这仇家给杀死了。 这就是咱们现在请君入瓮这个成语的来历。 为什么咱们编这么一个成语呢? 我想啊,主体上它是反映老百姓的一种愿望,叫做多行不义,必自毙,恶人自有,恶人魔。 把周兴给干掉了。 多行不义的周兴,最终把静命贯送在了仇人们的手上。 周兴死了,这对于另外一个酷吏,莱俊臣来说,应该是一个警告,不要滥杀不顾。 那么莱俊臣面对周兴的苦,会有什么反应呢? 他还会继续为非作歹,无作非为吗? 那咱们说收拾了周兴之后,莱俊臣他也是酷吏啊,他有没有一点吐死湖碑的感觉啊? 他还真没有,他觉得自己有两大优势,他觉得只要凭这两大优势,他会永远得宠,武则天绝对不会抛弃他。 哪两大优势让他这么有信心呢? 他觉得自己的第一大优势啊,是忠君,他太忠诚了。 忠诚到什么程度呢? 他写那《罗之经》里头,第一条就讲忠君。 怎么说法呢? 他说,随至亲亦忍诀,众为恶亦不证。 只要是为了皇帝,即便是我的至亲好友,我也可以抛弃他。 只要是皇帝说了,让我办坏事,我也会万此不此。 第二大优势是什么呢? 第二大优势啊,是他专业素质高。 你看他都能把这个情绪逼供上升到理论高度了,都能写出《罗之经》这样的经典来,那理论水平还不高吗? 那莱俊辰觉得,凭这么两大优势,武则天怎么会轻易抛弃他呢? 他觉得武则天用得着我,那肯定得照着我。 武则天要是照着我,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? 于是啊,就更加的威妃作呆了。 那他都怎么威妃作呆法? 他主要办了两方面的事情。 第一方面的事情,是任意的夺人妻女。 看见谁家,有漂亮的,不管人家是未出嫁的姑娘,还是已经嫁人的太太,他就一定要把人家搞到手。 那怎么搞到手呢? 客气一点的,就到人家去说,皇上呢,已经把你们家姑娘指给我了,你让他跟我走。 那要是人家这家不干,那怎么办呢? 那就软的不行来硬的了,就告人家这家家长谋反。 那一谋反,其他人都得杀头,留下这个姑娘本人,还得跟他走。 来俊臣,他娶的这个妻子王室,就是这么娶来的。 这王室可不是一般的王室啊,那是太原王室啊,这是头等的贵族出身啊。 按道理讲,无论如何不会嫁给来俊臣那样的人,唐朝非常讲究等级本帝啊。 他是什么人呢?是一个犯人出身。 其实呢,对王室开始,确实嫁的不是他。 王室第一任丈夫,叫段简,听段的这么对。 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被莱俊臣给看上了。 莱俊臣就跑到段简家里了,跟他讲啊,皇帝呢,把你妻子指给我了,你让他跟我走。 这段简一听,这哪跟哪啊?说皇帝怎么会管这么点的小事呢? 不合理啊,可是不合理也不敢反抗。 觉得你要是反抗,莱俊臣要是告他谋反怎么办呢? 所以呢,只好把妻子拱手让人。 这太原王室呢,就这样成了莱俊臣的夫人了。 这是第一档子事,霸占人家的妻女。 第二档子事呢,是自意的陷害大臣。 那咱们说,莱俊臣是干什么的呀? 他不是查办谋反案的吗? 那查办谋反案必须得有谋反案的。 那要是没人谋反,他不就失业了吗? 所以没人谋反,他也得制造谋反案。 怎么制造呢? 后来他胆子可就越来越大了。 也不去想了,谁跟皇帝不好? 他就干脆呢,弄一些石头片,做成靶子。 石头片上呢,写上这个朝廷里官员的名字。 然后随便写嘛,给排起来。 排成一排之后呢,由他和他那些喽啰,在远处拿这小石子砸那石头片,砸那石头靶子。 砸中谁就是谁,就开始告他。 那你想,这石头可是不张眼睛啊。 那谁都不知道,下一次会轮上谁啊。 所以朝室那叫做人人自危啊。 谁都觉得自己很危险。 那后来呢,莱俊臣还胃口越来越大,把武则天身边那几个亲人都给盯上了。 整天跟武则天这说,你儿子,女儿,侄子,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 都惦记着你呢,都算计你。 那这像什么呀? 像疯狗一样,就乱咬人。 那你想乱咬人,能不招人恨吗? 一个人呢,要是让人人都恨,那我想恐怕就没什么好下场。 前面讲到,面对周星的词,莱俊臣不但没有收敛自己,反而更加为所欲为,无法无天。 随意的见害无辜。 但是,就在莱俊臣还在用石头当把手的时候,他的好日子也快要结束了。 他倒霉的事情马上就来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 可是呢,真正让莱俊臣倒霉的,倒还不是他那些仇人。 而恰恰是他的一个朋友,另外一个酷吏,名字叫做魏翠忠。 这魏翠忠是怎么回事呢? 咱们上一集讲过,啊,莱俊臣要想罗之罪名,要想打击谁,就在全国各地组织几百个楼罗,同时揭发检举这个人。 那这个几百个楼罗其中之一,就是这魏翠忠。 魏翠忠呢,在这几百个人里算是好的,啊,佼佼者,能说会道,啊,所以呢,很得莱俊臣的信任,也算他的一个,啊,很好的一个朋友,私交不错。 因为私交不错呢,两个人经常在一块儿吃吃饭喝喝酒,啊,有一天呢,这魏翠忠又拎着一瓶子酒,来找莱俊臣来了,想要小酌几杯。 可是呢,那天正好赶上莱俊臣呢,宴请妻子的娘家人,都是太原王室在这儿坐了一桌子,啊,魏翠忠在这儿敲门了, 来俊臣一看是他,啊,心想这魏翠忠是什么东西啊,这也是上不了台盘的人呢,跟太原王室坐在一起,这我很没面子啊,就让门房告诉这个魏翠忠, 那你走吧,啊,今天主人不在家,那你想魏翠忠,他当酷吏这么几年,也是谁都不怕的人啊,从来没人敢把他拒之门外啊, 啊,一看这个当场被人拒绝掉,这太没面子了,啊,按赵本山的说法,这太上自尊了,是不是,啊,这个受不了,他呢,推开门房自己闯进去了, 闯进去,指着这王室夫人的鼻子,就是一通臭骂,啊,说你谁呀你,啊,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啊,有你们家人在,我就不能进来, 小心哪天,我整的你们家破人亡,啊,那你想,太原王室这是一个大家闺秀啊,他哪受过这样的侮辱啊, 所以跑回后房,就呜呜的痛哭,那莱俊臣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啊,很扫兴啊,就把这魏翠忠给捆起来了,捆起来之后呢, 这魏翠忠这时候应不下去了,赶紧跪地求饶,那咱们说莱俊臣能不能饶了他呀, 莱俊臣还真饶了他,为什么呀,古人说的好啊,兄弟如手足,妻子如衣服啊,这兄弟是干什么的呀,那是帮自己干事业的人哪, 那如果事业有成,老能当这个酷吏,那衣服不是一层一层的换吗,不愁没有衣服, 所以呢,莱俊臣想了想,小布人在乱大谋,把这魏翠忠给放了, 那他放了魏翠忠,这王氏夫人不干了,你想啊,自己在这个丈夫心目中,地位怎么这么低呀, 被人白白的羞辱一番,越想越想不开,没几天呢,自杀了, 他这一自杀,咱们觉得莱俊臣是不是就应该整这魏翠忠了, 还没有,莱俊臣呢,没把这个王氏的死当一回事, 可是他没把王氏当一回事,这魏翠忠可做不住了, 他觉得毕竟是人家妻子啊,这死了之后,莱俊臣现在是没找我的毛病, 可是莱俊臣是什么人呢,心如蛇蝎啊, 哪一天他要找我的后仗怎么办呢, 越想越害怕,所以啊,所幸呢,一不做二不休,啊, 先去给莱俊臣下伴子去, 那怎么下伴子呢,他觉得莱俊臣那是皇上身边的红人,啊, 直接找武则天去告,恐怕没有用,得走这个迂回路线, 那怎么走呢,他找这个武则天的大侄子, 魏以王五成四去了,就问这五成四, 说魏以王啊,你可知莱俊臣上一次扔十字砸中的是谁吗, 这个武成四就说我不知道啊, 魏隋忠说呀,砸中的就是魏以王民啊, 这个武则天的侄子武成四那可吓坏了, 你想啊,他原来也听说过, 莱俊臣老在武则天面前说他的坏话, 这次呢,又砸十字砸到他头上了, 那以莱俊臣这样的人,什么事干不出来啊, 再说又是他的心腹魏罪中说出来的, 这能有假吗,不行啊,得想办法自救啊, 怎么自救呢,俗话说先下手为强, 后下手遭殃, 这个武成四就想啊,我得先下手, 先去告他, 那告莱俊臣什么呢, 一到真告的时候啊, 像什么行贿受贿呀, 欺男罢女呀, 这都是小事儿了, 关键问题呢, 他们告莱俊臣谋反, 怎么个谋反法呢, 说莱俊臣呢, 曾经自比十乐, 十乐是谁啊, 那是十六国时期后赵的一个皇帝, 本来出身于奴隶, 后来呢, 从奴隶到将军, 从将军到皇帝, 当了皇帝了, 那你看莱俊臣出身也很低啊, 他自比十乐是什么目的啊, 那不是想当皇帝吗, 那想当皇帝就是谋反了, 所以呢, 是以这个罪名为主, 告他, 那既然告人谋反了, 谋反就是死罪, 所以呢, 就给判了死刑了, 这死刑了, 需要得到武则天的批准, 就上到武则天这来, 那咱们说武则天怎么处理啊, 他对莱俊臣还是有相当好感的呀, 他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告莱俊臣, 因为呢, 莱俊臣得罪他们了, 莱俊臣为什么得罪这么多人呢, 还不是他自己指使的吗, 他知道根源在他那儿, 不怪莱俊臣, 那另外呢, 他们告莱俊臣说他谋反, 这点他是万万不相信的呀, 莱俊臣怎么会谋反呢, 借他胆子他也不敢嘛, 所以呢, 就把这个奏章呢, 给扣下来了, 扣了好几天, 那他这扣着, 那些告状的人可就着了急了, 你想莱俊臣这次要是无罪释放的话, 接下来他们就得回家准备棺材去了, 所以害怕呀, 就把所有能动员的力量都动员起来, 像什么宰相啊, 还有武则天的那些面首啊, 都给动员出来了, 跟武则天吹风, 说呢, 一定要把他处理掉, 可是武则天就不吐口啊, 那咱们说这个事最后怎么解决的呀, 咱们不是说恶人自有恶人魔吗, 最后啊, 是另外一个酷利, 说了一番话, 真的把这个莱俊臣给送上断头台了, 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呢, 这人叫吉须, 吉须以后我们还会提到, 也是个大人物, 而且心机啊, 不在莱俊臣之下, 有一天呢, 武则天啊, 为这个莱俊臣的事挺发愁的, 就跑到这个禁院里去骑马, 吉须呢, 给他牵着马, 那骑了一会儿呢, 这个武则天就问这吉须, 说最近外头有什么事吗, 吉须说没什么事啊, 大臣都挺平静的, 各司其职, 就是大伙啊, 都在议论纷纷, 说皇帝您怎么还不判处莱俊臣的死刑呢, 那武则天就说了, 莱俊臣也算是有功于国呀, 你们怎么非要让他死呢, 急须呢, 这时候就跪下了, 说了这么一番话, 他说, 俊臣拒结不成, 乌构良善, 脏会如山, 冤魂塞路, 国之贼, 何足惜的, 什么意思呢, 说来进城这个人啊, 纠结了一些不法之徒, 然后诬陷那些善良的人, 他们家, 收受的贿赂, 堆得像山那么高, 被他冤枉而死的那些人的冤魂啊, 能把路都给塞满, 这样的人是国贼呀, 陛下, 你怎么会可怜这样的人呢, 这段话说出来, 还真把武则天给说动, 那咱们想一想, 为什么武则天听这番话, 会受到触动, 两个原因, 第一个原因, 急需没有提莱俊臣谋反不谋反的事, 他也知道莱俊臣没有谋反, 武则天也不会相信他谋反, 但是他所说的莱俊臣这些罪行, 那可是实打实的罪行, 武则天也是不能否认的罪行, 那这些罪行, 按照当时的法律, 已经足够可以把莱俊臣置于四地, 这是第一个原因, 他说的实在,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, 第二个原因急需他也是一个酷吏, 连他都跟武则天说, 莱俊臣这个人要不得了, 那武则天就明白了, 天下人呢, 可能都已经恨透了莱俊臣, 这时候自己如果再报他, 那肯定就是引火烧身了, 所以不能再报他了, 于是啊, 就在这个神功元年的六月初三, 武则天呢, 下令把莱俊臣斩首, 斩首那天, 洛阳城的老百姓是清晨出动, 都来官吏来了, 这个莱俊臣人头一落地, 老百姓就扑上来了, 是八蹄的八蹄, 挖眼的挖眼的, 把莱俊臣的五脏六腑都给掏出来了, 这尸体马上就变成了一滩肉泥, 为什么, 这老百姓太恨他了, 当时老百姓就说呀, 他这么一死, 我们以后呢, 能贴着抗袭睡觉, 以前都不敢, 整天觉得自己可能第二天就没命了, 那这个情况传到武则天耳朵里, 武则天也是很震惊, 他没想到, 莱俊臣这个这么不讨人气坏, 有这么多人恨, 同时他也觉得庆幸啊, 幸好是自己主动把莱俊臣处理掉了, 否则啊, 那天下人还不是哪天把气撒在他头上, 所以这么一想呢, 他想通了, 想通了之后, 他就要赶紧和这个莱俊臣脱清关系了, 怎么脱清关系呢, 他写了一个, 报莱俊臣罪壮志, 这是一个志书, 暴露的就是莱俊臣的种种罪行, 种种罪行都暴露完了一遍之后, 武则天呢, 加上这么一个阶位, 一家赤族之诸, 一血苍生之粪, 我们应该把莱俊臣全族都给杀掉, 来替天下的老百姓报仇选, 你看摇身一变, 又变成了这个进天行道, 为民请命的这么一个好皇帝, 可是做了一把好皇帝之后呢, 武则天觉得还不够, 还得进一步脱清关系, 要证明自己是受莱俊臣蒙蔽的, 怎么证明呢, 他有一天就请了一帮大臣来谈话, 这个谈话呀, 是这么谈的, 他说呢, 过去周星和莱俊臣, 他们呢, 制造了好多案子, 我当时也怀疑啊, 说怎么有那么多大臣谋反呢, 于是我就派我身边的人去复查, 可是我身边的人去复查之后呢, 回来都说确实如此, 我再问那些啊, 这个受审的那些人, 所谓谋反的那些人, 他们也都承认自己确确实实谋反了, 那你说我还能怀疑吗, 只好就把他们处死了, 可是现在呢, 周星莱俊臣一死, 也没再听说谁谋反, 那是不是过去也有冤枉的事啊, 就装糊涂, 那装糊涂大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, 就不说话, 沉默了一会儿呢, 一个叫姚元崇的大臣说话了, 他说陛下你想过没有, 当时你所谓的那些身边的大臣呢, 也是尼菩萨过江自身难报啊, 他们敢替人翻案的, 在周星和莱俊臣的手下, 如果你替人翻案, 下一个被罗织进去的就是你, 所以你派出一些大臣, 不敢说实话, 只好说他们审的没错, 那另外那些犯人呢, 那都已经大行伺候过了, 害怕了, 如果他翻供的话, 马上又是一顿大行伺候啊, 那还不如死吧, 所以都只好赶紧承认自己, 确实是谋反了, 说周星和莱俊臣就是用这种方式, 行训逼供, 制造冤案, 现在呢, 周星和莱俊臣啊, 幸好被您处死了, 您发现了他们的罪恶, 把他们处死了, 从此我姚元崇, 愿意用我全家一百多口人的性命, 向您担保, 再也不会有人谋反了, 那武则天听了姚元崇这段话, 他怎么回答呀, 他就顺泊下驴了, 他说姚爱卿说的对呀, 以前那些宰相只知道顺着我说, 陷些让我变成了滥用刑罚的人了, 其实我最爱听的, 还是姚爱卿你说出来的这番话呀, 那武则天和姚元崇之间的这次对话呢, 就成了武则天结束酷吏政治的一个标志了, 武则天已经表了态了, 以后应该是不会有怨安, 那这个姚元崇是谁呀, 那就是唐玄宗时代, 辅佐着唐玄宗开创了太平盛世, 开元盛世的那个大名鼎鼎的宰相妖宗, 他是武则天发现起来的一个人才, 那咱们说当年呢, 莱俊臣把周星请到那缸里去了, 后来呢, 急需和这个魏祟忠又把莱俊臣请到缸里去了, 周星和莱俊臣这样的酷吏都死于酷吏之手, 这是不是叫恶有恶报啊? 其实呢, 还不能看得这么简单, 关键问题不是什么酷这个恶有恶报, 而是武则天想要消灭这批人, 他想要结束酷吏政策,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不光是周星和莱俊臣, 两堂书一共记载了27个酷吏, 他们或者被武则天杀掉, 或者自己呢, 受不了良心的压力, 自杀或者是发疯, 最后没有一个得善重, 这就说明是武则天想要他们的命了, 那武则天, 他为什么想要这些, 这也是开国功臣呢, 想要这些功臣的命, 为什么刚刚用完了, 就要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呢? 前面讲到, 大名鼎鼎的酷吏来俊臣, 最终还是被武则天杀掉, 随后的一些酷吏也都没有好的结果, 可以说, 武则天为了清除正义, 巩固新生的武州政权, 重用了一些酷吏, 但是随着武则天处死来俊臣, 酷吏政治基本结束, 他持续了整爪十顺, 那么武则天, 为什么要把这些帮他打在江山的功臣呢? 送上断头台呢? 我想呢, 这里头啊, 也是两个原因, 第一个原因, 他已经用完这些人了, 这些人不仅没有用了, 而且可能对他以后的发展造成障碍了, 他用这些人干什么呀? 他用这些人是来打击反对派, 稳定统治, 可是呢, 随着时间的延续, 统治呢, 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, 那如果再用这些人的话, 可能对他自己的形象不利了, 人家就会觉得武则天好杀人, 对他形象不好, 这是第一个原因, 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? 第二个原因呢, 是因为这些酷吏呢, 这个文化水平太低了, 素质太差了, 他缺乏转型的可能, 只要不当酷吏, 他就不可能再干别的事了, 我举一个例子, 为什么他就不可能再干别的事? 还举刚才咱们上集说过那个文盲侯司制的例子, 他不是文盲吗? 其实是半文盲, 认识几个字, 认不全, 在洛阳当官, 洛阳有一个地名呢, 叫白司马板, 这板是长板坡的板, 一个提土, 右边呢, 加一个谋反的反, 这个侯司只不大认字啊, 他看不明白, 就把这地名呢, 看成了白司马反了, 他就琢磨呀, 为什么叫白司马反呢? 肯定有一个白司马在这谋反, 在这被砍头了, 所以才叫白司马反呢, 所以以后啊, 一审犯人, 他就问人家, 你说, 你是不是白司马? 犯人莫名其妙啊, 后来呢, 他又听说有一个好玩意儿, 叫孟清棒, 这孟清棒是什么呢? 是唐朝一个将军的名字, 可是他也听不全呢, 就听人家说孟清棒, 孟清棒, 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, 一听棒嘛, 那肯定是打人的东西了, 所以他想啊, 这孟清棒是个刑剧, 所以呢, 再审犯人呢, 又出来花样了, 你说, 你是不是白司马? 你要是不承认的话, 我让你吃孟清棒, 好多人都笑话他, 但是心里笑啊, 不敢流露出来, 可是后来呢, 他在一个大官, 魏元忠面前露怯了, 这魏元忠咱们不止一次提到过了, 帮武则天平定了这个徐敬业叛乱的那个人, 魏元忠呢, 也是个硬骨头, 来俊臣一审问他, 不是这个侯四指一审问他, 问他, 你说, 你是不是白司马? 你要不承认, 我让你吃孟清棒, 魏元忠听了, 哈哈大笑, 这个侯四指太郁闷了, 他敢笑我, 一个犯人敢笑我, 马上把这个魏元忠的脚给绑起来了, 然后让这个狱卒啊, 就在这拽着那个绳子拖着走, 就等于说头朝下, 脚朝上这么走, 魏元忠那人不是硬吗, 他这时候还不忘了吸收他们, 他说呀, 我今天真倒霉呀, 我骑驴, 然后摔下来了, 那脚呢, 还挂到那驴凳子上, 所以驴呢, 现在拖着往前走, 把这个侯四指, 生气呀, 然后就是这个, 说打, 狠狠的给我打, 这时候把这个魏元忠就给惹急了, 说侯四指你这个小人, 你要杀我就杀我, 你何必说什么谋反不谋反的话呢, 再说了, 你现在好歹也是个朝廷官员, 你看看你, 满口什么白司马孟清棒, 总有你吃亏的一天, 那侯四指一看这犯人怎么这么厉害呀, 他心里呢没主意了, 他想是不是白司马孟清棒, 这是什么犯忌讳的话呀, 是不是我一说武则天就要要我的命啊, 害怕了, 赶紧把这个魏元忠给松绑, 请到上座, 然后恭恭敬敬的对人家说, 您看我是一个小人, 您教教我, 为啥不能说白司马孟清棒, 然后呢这个事啊, 反正就传开了, 传到武则天的耳朵里了, 武则天也是哈哈大笑啊, 所以你看, 那库立就都这德性, 那这样的人他还能再当别的官, 所以一旦不需要库立的时候, 他们就只有去拿脑袋记起了, 那咱们看啊, 库立政治呢, 是从废出中宗开始的, 一直到武则天处死来俊臣, 基本结束, 他持续了多少年呢, 持续了整整14年, 那从唐朝到今天, 任用库立呢, 可以说一直是武则天政治的一个污点, 人们批评武则天, 非常主要的就集中在他任用库立这方面, 那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么样, 评价这个库立政治, 我想啊, 首先必须承认, 这个库立政治呢, 确实有他非常恶劣的一面, 怎么个恶劣法呢, 首先严重的破坏了司法, 法律条文呢, 司法程序啊, 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了, 无法刻意, 这是一条, 另外呢, 更重要的是, 他破坏了人心了, 君臣之间互相猜忌了, 没有上下和谐的那种感觉了, 臣子呢, 在这种情况下, 就只想自保去了, 为了自保啊, 可以做出一些没有原则的事, 比方说,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, 武则天有一个宰相叫苏卫道, 苏卫道呢, 他就曾经跟别人讲, 说别人无论是问你什么话呀, 你可千万别明确回答他, 你要模模糊糊的回答, 可就是不可, 不可就是可, 反正无可无不可, 这事呢, 后来不就成为一个成语了, 叫摩棱两可, 就是从这来的, 那你想宰相整天摩棱两可, 这个公事还能办好, 所以呢, 他呢, 在君臣关系上是一大破坏, 武则天他清楚, 库立固然可以帮他, 开创政权, 巩固政权, 但是要真正想坐稳江山, 绝对不能只靠库立, 那么武则天究竟依靠谁, 来帮他治理国家呢, 请看下集, 汇聚贤财, 武则天这名库立, 迅速稳定了自己的统治, 但是要想治理好国家, 最重要的应该是用人, 而不是杀人, 那么武则天究竟要依靠谁, 来帮助他治理天下呢, 中央民主大学历史系, 蒙曼副教授, 做客白家讲坛, 为您精彩讲述, 武则天系列节目之, 汇聚贤财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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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